我记得我同事还拍了视频 那这不得分享一下 同样的像波浪鼓一样 那我们回到刚刚那个剧情 它比较严肃的那一部分 小白当时拍的有什么感受吗 我看的时候其实我真的觉得 少康老师这两年不容易 他演了蛮多这种就是 让弹幕很恨他的角色 那小白当时拍这场戏 其实是对顾九四来说 特别大的一个转折 尤其是最后让那个他跌走的时候 我觉得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你当时有做一些什么心理上的准备 或者说心理上的调度吗 其实为这场戏可能我们在开机之前 就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 然后在我脑海中也出现了无数种方案 然后我在想象这场戏 最终诠释出来是什么 这也可能是我们剧中 前期比较大幅的一个打戏的片段 就我自己压力也挺大的 要怎么去在这场戏里面 要展现情绪 要展现动作 然后就一直在想音乐 但我觉得导演和我们的动作指导 都还是给了非常大的帮助 然后去对这个角色我们一起商量讨论 OK 其实呈现效果 就是你说的拍那么多个大业 大家看起来真的觉得很痛 那么大的场面 而且情感又顾及到了 我反正是看到这一场的时候 我的情绪是完全陷进去了 我觉得对幽州后面包括沙漠那些情节 都很有很就是很大的铺垫 让我在这一场看完之后 感觉好像跟顾佳就是命运共平平了 所以还是八百 里面还是有要要有很多 因为我们把很多可能 书中的一些情绪要带到这场戏里面 因为我们毕竟还是要 因为剧的节奏可能对一些书中的 要做一定的改动 比如说就是 顾佑斯第一次商人 本身在书中 它并不是在这个场景里面出现的 但是因为我们后面没有更合适的地方去加进 所以当时就跟导演说 放在这儿 就是要不要在这个点上 我们就是做一定的调整 然后把佑斯第一次商人这个情绪 在那儿去展现出来 对 然后跟动作之道去商量 就是这一段该去怎么处理 对 所以那一句师傅跟你说的 你不伤害别人 别人就会伤害你 就是为了填这个点 对 因为书中有一段是描写 佑斯第一次伤害别人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在看小说的过程中 我对这一段印象还很深刻 我觉得这对佑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然后也是对他人生产生很大改变的一个情节 所以希望还是把它放到一个剧中 给大家能感受到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场戏如果真的要聊 能聊很久 我们在现场大家一起对 对文戏 对打戏 然后怎么打 怎么文戏 包括我跟沙翼老师剧中跟父亲告别的那场戏 其实我们也是在现场不停地怼 然后不停地换很多种方式去感受 确实能感受到用心 把掌声送给小白 我觉得也要送给刚刚提到的武术指导 和我们的导演和所有的工作人员们 确实很用心给我们呈现了这么好的作品